悬崖之上观影毒蛇场 悬崖之上北京首映里的现场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余杜 再次欢迎大家 欢迎各位 大家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了 我觉得刚才片尾的时候 大家响起的掌声 其实就已经证明了一切 那么这也是张艺谋导演 首次尝试拍摄 谍战题材的电影 大家觉得完成度是不是很高啊 是 那么看完之后呢 我们不仅能够感受这样一部 特别精彩的群像系刻画的悬疑电影 同时呢 影片当中的各位主创 各位演员老师 也将来到现场和大家进行交流 那大家最期待看到哪位老师呢 余老师 余华伟 各位老师可能已经在门口了 有很多演员都会到 大家的这个掌声和欢呼声 更热热一点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更快的来到我们的现场 是不是已经到位了 好的来 给我们掌声有请 谁要记得的各位主创老师来到现场 有请 欢迎欢迎各位老师 让他们感觉到我们中生演员的热情好不好 好 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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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呀 余老师 好 我们先请各位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余老师 来来 你先来 余老师 大家好 我是余和韦 你想说你是余老师 好帅好帅 非常开心啊 今天大家来观影悬崖之上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演员张艺 大家好 我是秦海路 大家好 我是刘浩存 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乃文 大家好 我是演员 飞凡 大家好 我是演员 吉幻博 再次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毒蛇的专场 那刚刚看完电影之后 我发现在片尾字幕起的时候 大家都响起了掌声 全场的沉浸感特别的好 我注意看到就是从这120分钟的观影过程当中 大家几乎没有人掏出手机 都完全被带入了整个剧情当中 那我想大家一定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想法 想和各位老师交流啊 我们抓紧时间啊 非常宝贵的机会 好 来 首先有请这位 白帽子的这位朋友 首先感谢各位主唱的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么棒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真的真的非常棒 然后呢 我个人特别喜欢李乃文老师 然后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 您在这次的拍摄合作当中 您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 这是我的问题 谢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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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有人像坏人那个表白了一下啊 这是让我意想不到的 我代表坏人感谢你 因为这个戏 说实话 在这个戏里面呢 所有的演 所有的主唱 包括导演 因为导演今天没有来 不是今天没有来 这场没有来 我们 我们合作得非常开心 非常紧快 然后呢 同时又看到 你们发现没有 从我这儿分水岭 那边就全是好人 我们这边就全是坏人 然后呢 不 你是应该站在这边的 你应该是站中间的 对吧 你是左右摇摆的那种 哎 一开始呢 你看我们 坏人你的好人 一点都那个没有违和感 但是我们说实话 看到他们出色的表演的时候呢 我们作为演坏人呢 就是很自责 就对他们太坏了 但是呢 又没有办法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任务之一 你能说出这种话来 说明还行 是 良心还在 然后同时呢 又看到最后好人 最终胜利 作为坏人 我也就放心了 谢谢你啊 谢谢谢谢老师 这个我们谍战戏啊 要出彩 不仅正派的角色要出彩 反派的角色更出彩 其实能够让大家感受到 谍战的那种氛围 对不对 再次把掌声送给好人 也送给坏人 好不好 好 我们还有哪位朋友 来请这位 各位老师好 然后我想问的是 那个张艺老师 就是您电击那场戏 看着特别的揪心 然后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拍那个那那一场的一些感受 挺爽的 哈哈哈哈 其实也不太好找那个劲儿 因为我也申请过 我说要不然体验个生活什么样 当然说算了 怕你回不来 哈哈哈哈 但是电影还有既有技术 其实也有魔术 我老觉得电影实际上 如果我们把这个 这个视觉的魔术做得很好 完全也会很开心 具体是怎么做的 就不告诉你 反正也是 也是经过了一定的训练吧 还好 没有烧焦啊 什么都 都还挺安全的 挺好 其实给我们感觉是 非常的真实 很难看到 像这么真实 能够呈现和刻画 敌战的这种感觉的一部电影啊 好我们再有请下一位朋友 哪一位呢 好还有请这位 第三排中间 各位老师好 我想问余霍卫老师一个问题 呃就是我在观影的时候发现 您有呃枪战时那种外放的情绪 然后也有在看到同志受伤的时候 受刑的时候那种克制的情绪 然后您觉得这两种情绪哪一个比较 呃难演绎一点 然后您也这个角色的心得是什么 谢谢 哎呦我太难了 真的这个克制是太难了 因为里面的那个情感冲击特别大 看过的都会感觉到了战友 是吧 看着自己的战友我死掉 没办法 背后是敌人 这种情绪我觉得放好放 收不好收 关键是含蓄克制的情况下 还要让观众看明白 对吧 还得表达呀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这次的创作是一个挑战 我觉得真的挺压抑的 今天其实我是挺轻松的 包括前一段时间 就是点映的时候也都不敢说 是吧 不敢剧透 今天 还行 真的还行 其实这个 这次的这个创作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 呃不光是说 呃呃 大家看的前半部和后半部 其实 其实前半部我们很努力的 尤其我啊 周以这个人 因为片中也没有叫周以 前面一直说是鼓掌鼓掌 啊 就是怕这个有所指 那么到最后 暴露身份之后 观众才能看明白 我是希望大家 在二刷三刷的时候 再看看周以 看他有没有露出马脚 因为这个是我们呃在在拍摄的时候 有一些想法 就是预备着观众复盘 来再次看这个人物的时候 觉得他是对还是错 是能看出来吗 但第一遍看出的看 看的时候不剧透的情况下 我保证让你看不出来 是吧 但第二遍第三遍 可能会看出来一点点 这个就是我这次的一个 也不算是挑战吧 算是课题应对的一个问题 大概就是这样 好 谢谢老师 然后祝电影 我们小黄大泰 余老师我爱你 哎呦 谢谢 所以大家那个 可以带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去二刷三刷 发现更多的细节 好不好 来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是谁呢 好 第一 二 三 第四排 红帽子旁边这位 这位 各位老师好 我想问一下 秦老师在那个电影中 无声的哭泣那一段 我想请那个秦老师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感人的 对 就是发现了这个之后 坐在马桶旁边 对 会中间那场 无声的哭泣 感觉挺揪心的 也想请那个秦老师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说实话我没设计 那个戏也设计不了 其实这三场哭泣离得挺近的 一个是Driver那个角色 他让我走 然后我一个人开到车上 看着倒是这个 就是那个战友离你远去的那个 还有一个就是后面的那个 看到孩子之后的 就这三场哭泣离得特别近 也没法设计 我觉得演技设计不来 也学不来 就是他就是当时当下的那个感受 可能你想了半天 到了那个环境的时候 你会觉得完全是对不上的 你白设计了 所以我基本上 这种情绪系我不设计 是什么就是什么 当时的那个感受 只是记得一个基本要求 比如说那个厕所的那个 剧本写的是 王玉一个人呃 在卫生间坐在马桶上 无声的哭泣 撕心裂肺 我也没法想 什么叫撕心裂肺 还无声 导演也不知道我要怎么演 所以导演后来 制播完机器之后就问我说 你打算怎么演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我先进去看看吧 而开始就按着剧本坐在马桶上 我发现跟坐在凳子上 没什么差别 没有没有觉得很难过 就是我的形体也帮不到我 后来我说我能不能坐地上 但是说你想坐哪的地上 可以啊 我说我坐马桶旁边吧 然后左边坐了一下 又右边坐了一下 最后发现好像坐那边比较好 然后就开始了 开始完了之后我就 那个时候我就只是想着 一件事就是无声 然后他被抓就等于死嘛 特务 严刑拷打 迷幻记 然后被同事说叛徒 他很纠结 但是就想到了那个还有一个 现在我是活下来的那一个 我要还要去找孩子 就这么几个要素吧 在那个环境里面 脑子里反正过的就是这些 怎么演出来的 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这个你哪知道你哭的时候 能哭成啥样呢 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就到那了 对对 反正就这样吧 大家看的揪心就好 反正我挺揪的 特别惊喜 谢谢这位朋友 我们再给提供一个机会 还有哪个朋友想问呢 好有请这位 我们麻烦那个朋友递一下麦哈递过来 好递到前边这边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刘浩诚小姐姐 那个您再一次跟张宝合作有什么新的收获 上次看到是一秒钟 然后这次在涉压之上有非常精彩的演组 你好谢谢您的支持 我此次在涉压之上也是第二次和导演合作 然后 其实导演他要求还是依然比较严格 我也是有一点点压力吧 然后和各位前辈们的演戏 稍微有点点压力 但是老师们都很帮助我 然后包括导演演示 也非常耐心的给我讲戏呀 给我示范呀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幸运 然后也在不断的成长吧 非常感谢大家能来看学压之上 好谢谢 好这边期待能够看到这么多精彩的作品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 现在我们有请各位老师到前排就座 大家呢让一下我们来一张大合影 和我们独生影迷留下这一刻的美好 好我们请工作人员维持一下秩序 请各位老师坐到前排 同时呢一会我喊口号三二一 大家一起来喊悬崖之上票房大卖好不好 来我们准备好横幅 来大家准备 好我们一起看前边的 摄像机来 三 来各位看中间 三 二 一 来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关拍 好再来一次 三二一 悬崖之上 跳往大卖 好谢谢 好谢谢各位老师 辛苦了 谢谢大家 一起大家在淘标票微博逗败 以及空心多多点赞 转发支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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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一 一 一 二